全油管最快新闻,近日,北京房山区北车营村一司机刘斌开着铲车在洪水中救出三人的视频走红网络。 视频中,刘斌逆流行驶在湍急的洪水中,用缠斗将两名成人和一个孩子安全救出。 视频发布后引发网友热议,认为刘斌的行动非常勇敢。 据了解,刘斌是一名有经验的司机,他的妻子陈女士表示,刘斌已经多次参与暴雨后的救援行动。 目前,刘斌和其他救援人员仍在现场参与救援工作。 救援过程中,由于洪水浑浊,需要先铲除路面义务,确保救援车辆行驶平稳。 截至目前,已有上百人被成功救援并安置到酒店。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